相信每一个孩子的出生,都为我们的人生带来了希望,他们的到来必然也会带来好运。 佛家考究因果轮回,每个孩子出身在人家,总带着不同的命中注定。 有的孩子是来报仇报怨的,有的孩子是来还债的,也有的孩子是来要债的,更有的孩子是来回报的。 这样的孩子生下来必定眉飞色舞,为家庭运势增添光彩。 而在中国古时候就有过这样的一个故事,说的是有一个性别的园外,娶妻刘氏。 刘氏嫁过来后,过了两年才怀上身孕。 分面前一晚,别园外忽然看见两个人前后脚走进来,站在他的床前拱手行礼。 胖的说,我是来报钱是恩的。 瘦的说,我是来讨钱是债的。 说完,两人扭身往里屋走去,别园外猛然醒来,原来是一场梦。 第二天上午,刘氏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,何家欢喜,只有别园外喜忧参半。 他心里一直有个小疙瘩,那就是两个儿子中,有一个是来讨债的。 他本想把其中一个讨债的儿子送人,以免惹来事端,却无法分辨到底是哪一个,只能作罢。 老大名叫别连山,老二名叫别连水。 两个儿子渐渐长大,都非常聪明,别园外对他们管教甚严,接近苛刻。 刘氏抱怨他心肠太硬,几乎不尽人情。 别园外便把他拉到旁边,将梦中的情景讲了之后。 刘氏得知缘由,不再干涉别园外馆教孩子了。 到了读书的年龄,别园外请来一位宝学的老秀才,来教导两个儿子读书。 两个儿子都喜欢读书,悟性极高,喜得老秀才对别园外说,两位公子歌中飞池中之物,将来必是金鸾殿上的臣子。 转眼间,两个儿子都十七岁了,都中了秀才。 如今,两个儿子都很优秀,其中一个却注定是来讨债的,怎能让他心里舒坦。 这天,别园外骑着马,去县城里探望姓咪的好友。 一见面,咪好友恭喜他两个儿子都中了秀才,别园外却叹口气说,何喜之友。 咪好友一惊,询问他为何出此不祥之语。 别园外便讲了缘由。 咪好友沉思片刻,说道,我有个好朋友,姓龚,是一个阴差,常在阴间走动,不妨把他叫来,帮你到阴间访一访,此事到底为得哪般。 别园外同意了,咪好友就派家仆拿着请帖去请。 过了不久,拱阴差跟着家扑来了,面好友摆上酒宴,宴请二人。 就憨而热之际,别园外把他的苦恼讲了,恳请拱阴差到阴间访查一下前因后果。 拱阴差满口答应下来。 吃过饭,拱阴差靠在椅子上臂着眼。 过了好一会,他睁开眼说,打听清楚了,都是前世惹的货。 原来,别园外在前世是一个商人,姓继,他和两个好友一起做生意。 这两人一胖一瘦,分别被称为胖五和瘦六。 那一年,三人结伴出去经商,走到半路上,胖五突然病倒了。 按照瘦六的意思,留下胖五在客栈里养病,他和继商人继续北上,却遭到继商人的反对。 继商人担心胖五无人照顾,导致病情恶化,客死他乡,便留下来照顾胖五,让瘦六独自一人北上做生意。 继商人精心照料胖五,拖了三四个月,胖五最终还是撒手西去。 看病和吃住,将两人的本钱花得所剩无几。 继商人收拾悲伤的心情,将胖五带回家安葬。 胖五家境一般,继商人只字未提钱财的事。 胖五感恩,因此来投胎报恩。 瘦六经商赚了不少的钱,继商人过不下去了, 便去找瘦六借了三千两银子,打算博一博,做一笔大买卖, 却最终亏得血本无归。 他悄悄地钱回家,带着家人搬到外地,赖掉了欠瘦六的钱。 瘦六记挂着欠账,因此来投胎讨债。 拱音叉讲完,别圆外询问,两个儿子哪个是瘦六投胎转世的。 拱音叉大笑几声,说道,天道循环,报应不爽,有恩的报恩, 欠账的还钱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 你也不要过于纠结,纵使你知道了哪个儿子是瘦六投胎的, 也不能违背天意,一意孤行,否则就会遭受天谴。 别圆外探一口气,说道,难道我就不能做点什么吗? 拱音差说,你唯一能做的,就是调整心态,平常心对待。 该来的必然会来,你要坦然承受,积极应对,切不可妄加揣测,徒增烦恼。 一番话说得别圆外连连点头,伸头是一刀,缩头也是一刀,既然是前世的报应,躲不过去,那就坦然面对吧。 自此后,别圆外放下心结,好好的过日子。 过了几年,两个儿子双双考上了进士,大儿子别连山放到外地为官,二儿子别连水留在朝廷为官。 又过了十几年,朝廷维修宫殿,大儿子别连山奉命押送花石缸,传之侧翻,丢失了花石缸。 按照朝廷律条,别连山需要照价赔偿,还能保得官职,如果赔偿不了,就要治罪。 别连山积蓄不多,只得写信向父亲求助。 别圆外接到书信,终于明白,大儿子别连山就是受六投胎转世的,想不到以这种方式来讨债。 他长叹一口气,变卖家产,倾其所有,帮别连山还了债。 别圆外跟着二儿子,一直活到七十多岁才去世。 临终之时,他一再告诫子孙后辈,注重个人修为,千万不要造下孽债,给来世留下苦恼。 命运是古人对生命的认知。 古人认为天能致命于人,即为受命于天,因此,所谓命运就是天命。 在古人的思想观念中,人们的富贵贫贱,即凶祸福,以及死生受邀,穷通得失,乃至科场中举,获值盈利,无疑不取决于冥冥之中,非人类自身所能把握的一种力量,即命运事业。 那么,你知道属什么的孩子是来报恩的吗? 一属龙的孩子,龙年出生的孩子,天赋异禀,才调横溢。 原本在智商方面就比一般人要高很多,再加他们喜爱在知识的海洋里漫游,勤勉刻苦,所以长大以后肯定为家庭争光,成为爸爸妈妈的自豪。 别的,大部分属龙孩子洪福旺盛,不仅自己一辈子运势极佳,好运皆二连三,而且还可以提升家庭运势,有利于爸爸妈妈事业的开展,让人羡慕。 二,属鼠的孩子,属虽然也称为耗子,但却是生财有道的一头,所以生了个属鼠的孩子,可称为人生喜事。 属鼠孩子,更是一生来回报,对任何一个家庭都是福源汇聚,财运当头的象征。 这时候,出生的鼠鼠孩子,鼠来宝,生来带满仓福气,衣食无忧,还能带给爸爸妈妈好运气。 若是男孩则忘母不已,若是女孩则对付有利,有了他们之后,家庭钱财露不出,而他们也只会为家庭做贡献,来日成财,大富大贵。 三,属马的孩子,马年出生的孩子,天分活泼好动,机灵好学,从小就展示出过人的才调,普遍能出品学兼优,懂事有理的人,在家孝顺爸爸妈妈,在外为人仗义,所以一生得六亲注意,贵人提携,不到三十五岁便能获得事业成功,带动财博的增长,进而能反补爸爸妈妈,改变家运,光宗耀祖。 四,属虎的孩子,虎年出生的孩子,能力拔尖,多才多艺,精力充沛,有勇有谋。 他们不管做什么事都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,不会随便大意去处理工作。 这样的人日后肯定会受到领导的青睐和注重,出路不可限量,大富大贵,当属虎孩子事业有成时,他们的爸爸妈妈自然跟着享福, 晚年殷实安泰,长命连年。 以上所说的就是来回报的生效,他们的事业运势很好,也可能是财运很好,就是生活中没有太多的烦恼, 遇到任何问题都能解决好的,身边的贵人是有很多的,与这样的人一起也会让你感受到他们的好运气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感谢聆听,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,可以点击订阅我的频道,您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动力。 我们下次再会。